哇 真是千呼萬喚似出來 那它是什麼來的呢? 它就是一雙鞋來的 不過它不是一雙普通的鞋 它是最新款 最頂級 環法級別的Block鞋 沒錯 那我就跟大家開箱看看它 我也是剛剛才收到的 我在網上買的 我本來打算在香港買這一雙鞋 不過就找不到 好 它是要那一隻的顏色 這個碼數就最快要四五月才有 所以就不如網上買 那我就買了回來 大家好 歡迎各位來我的頻道 我是Chris 看一下這雙鞋 哇 我是非常喜歡它今代的一款款 上一代902它的樣子看上去是比較高科技 有點像Star War 星球大戰 戰鬥力的味道是很高的感覺 而來到今代我就覺得它有一種很優雅 很高級 很有 真的好運動的一個感覺在裡面 我想兩個風格都真的挺大的分別 我本身會以為今代它是會沿用上一代的 那一種的風格 再加一點不同的東西 怎知道又不是 它又變得有點像901 上面那雙明顯是白色 英俊很多 新鞋是不同的 這一雙就有一點偏黃 但是又不算黃得很嚴重 不過有對比的話就明顯看到 其實我本來不是打算買Sumalo 我是打算買DMT 那我就跑去試DMT 但是DMT我發現它是很紮身 那我本身又想了會不會是馬數不對呢 那我肯定帶一個馬來試一下 它是沒有那麼夾腳趾的 但是又太長的 我覺得它這個位置 DMT就注定應該是不對的 那我試了KR0和KR1 然後我試DMT覺得不對 它又剛好有Sumalo 那我就試一下 那我一試 嘩 基本上是它的 還有我本身不打算買它的原因 是因為我本身已經穿Sumalo的鞋子 那我買了一雙 我打算試試其他不同的品牌 但是又不對 那CD、ASWORD那些 輕吹傷 未去到很大 因為樣子不太適合 我本身穿的那雙是901例 也跨了幾年的科技 首先有一件事要提的就是 我買這一雙鞋是買41的 不過我發現原來我這雙穿是42 我也是前幾天才知道 因為我本身買了鞋的時候 我就預計自己穿41 因為我本身穿41 買41就沒死了 我試的時候也是對的 不過那時候我試是沒有白色的 只有黑色 然後我就上網找到 哇有馬數 然後又有白色 所以我就買了 我前幾天就拿出來 剛好看見 為何有個42的字在這裡 看一看 原來我一直穿42 我一直穿大了一個馬 然後我想起 為何我會買42 我不是應該買41 我當年應該都有試的 我想到應該是店員了 很記得店員同學說 你穿上鞋子的時候 你要伸到一隻手指在後面 就代表那一雙鞋就是對的 有些不知道什麼在這裡 可能就是那時候這樣試 所以就 拿一棵鬆的阿沈 出來 你這個樣子這麼兇狠 阿沈你幹什麼 買了一個馬 但是會不會說有很大的問題 其實我踩到現在 我都覺得沒什麼問題 穿上去真的挺舒服的 不過它前面是有多一點的空位 難怪我試一雙鞋的時候 我是感覺到 為何好像這麼貼腳 我那時候就在想 會不會是因為 它是新科技 所以可以做到包容性 是更加好 所以大家買一雙鞋的時候 就千萬不要說 後面放到一隻手指就對了 我會覺得是越貼就越好的 但是你貼得來 不可以是不舒服的 或者是夾腳趾 在這個情況下 做到最貼腳的包得最好的話 就是最適合你 我就覺得會是這樣 因為它的鞋型好像有點改了 偏向開始有些歐洲人的腳形 雖然它現在是有闊新的版本 我自己也是買闊新的版本 即是這個鞋頭 它有分闊版和普通版的 標準版的 你說它闊很多 又不是真的闊很多 我覺得 這個Sumaro的盒子 全部是改了 紙皮 好像是因為環保的原因 所以改了 對了 這個就是我當年 901的一個鞋盒 還在 長切 長情的人 對了 讓你替換 黃色這一塊東西 鞋底都是一樣最高的硬度 然後在皮的方面 就跟上一代是不同的 那我這一對是再上一代 所以是更加不同的 那本身其實我網上也不找不到 不知為何是特別多地方 是沒有這隻色和這個馬數 很多地方都好像斷貨缺貨一樣 下面對齊其實是這樣 鞋頭長的話 我記得當年開箱 這雙鞋我當年也有拍片 都是這樣坐在這裡和大家開箱 同樣的畫面 我真的很順 這個BOA的扭 雖然我的實力和水平 沒有辦法可以參加到 職業的比賽 參加不到橫法 但是 橫法的選手 都跟我一樣 穿著這雙鞋 我想有些觀眾可能會想 買白色不怕骯髒 我是寧願選一雙骯髒的白色鞋 都不會想選黑色的鞋 嘩 真的 不得了 這一雙鞋 입니다 憲哥 這是anni 跟著 我們的 蒼 回到圓周仔 爆了胎啊 哭出來啊 試鞋才來爆胎 嘩 真是懂得玩 那我就推一推前一點來到這個位 都不知道算是幸運還是不幸 這裡不用吹風 如果在中間位爆胎 嘩 真是 好了 那我現在換胎了 最重要的是 是我Cypus的電動氣泵味道 好啊 因為現在出了一隻新的迷你氣泵 我自己都入手入了一隻 誰知我的氣泵味道才爆胎 好了 現在就分享903的感想 我都穿著是踩了40公里左右 又踩平路 又踩上斜和下斜 我就是想對比我901的時候 看看有什麼分別 亦都可以試到42的馬數和41的馬數 是有什麼分別的 選了大一個馬和小一個馬 會不會差很遠呢 第一件事 我穿了41 其實一開始是覺得很不舒服的 我想是我不習慣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腳趾真的很貼到鞋頭 是會碰到的 它不是頂的 但會感覺到有些東西會碰到 我平時穿42號馬的901是不會有這個情況 基本上都很少會碰到 除非你的腳硬移到很前 但基本上就不會碰到 然後我穿著我現在最新的903是真的好fit 我碰到 一開始有點不習慣 然後我再踩 我就知道我不舒服的原因 就是因為對鞋太貼的關係 所以我的鞋馬一定要調到很準 一不準 就會不舒服 而我901的那一隊 因為馬數是大了一個馬 所以在鞋裡 其實是有少少的虛位 給我做一些調整 在踩單車的時候 所以就算我的鞋馬調得 可能只是歪了少少 然後我都可以在鞋裡 可能退回外面少少 退回另外那邊少少 但現在是不行的 真的很貼 所以鞋馬很明顯要調整得很準 如果我一不舒服 我就會感覺到不舒服 那我又要調整一下鞋馬 所以我出車的時候 中間都停了幾次調整鞋馬 基本上我的鞋馬一開始出車的時候 和我之前設的901是一模一樣的 但我現在沿用這個位置是不對的 會有點不同 可能鞋馬要退回前少少 然後兩隻腳都要退回外面少少 然後要再內拔多少少 才有之前的那種感覺 那我昨天是第一次試 現在是第二天 我昨天就第一次試 踩了40公里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這樣 然後最終我跳完出來 然後基本上調好 真的很認真再試的時候就爆了 那個感覺 尤其是順風的時候 發力是很好的 所以強烈建議大家買一雙鞋 真的買一隻貼腳少少的 發力的時候我覺得是好很多 雖然在速度上 你未必會覺得有很大分別 但是我覺得 慢慢習慣了持續性 會發現 越來越貼腳 說不定你給她的火數 又可以增加少少少 然後看看這隊最新一代的903 我會覺得她的鞋跟 那個位置 包著腳腕 即是鞋跟對上的孔 包著腳腕是舒服過901 因為她的布料是有點不同的 而且她的位置是有點脹出來的 她的脹出來又很軟熟的 你穿上去就好像包著你的腳腕一樣 沒有那麼容易走位和移位 穩定性是非常之好的 而且我本身的馬 小了一個馬 整隻腳現在整體 對鞋是非常貼腳的 在布料方面也是很透氣 感覺很薄很軟熟的 她也有901那種很舒服的感覺 不過對比的話 我覺得903個 不過其實都是踩了沒多久 又不可以說真的舒服很多 差不同的舒服感覺 不過我覺得兩者的分別都蠻大的 尤其是在鞋子上 我覺得903的腳跟位是比較高的 我現在踩下去鞋子上 明顯是和901是不一樣的 我初頭都以為應該會一樣吧 誰知道踩下去 那個感覺是不同的 還是不知是901已經被我踩了 總之903我踩下去的感覺和901是不一樣的 是完全不同的 不過我的鞋子上 現在的 右腳那邊的黃色足弓 那個卡耶奧就拿走了 和901一樣 901本身都拿走了 整體上我覺得都 我會評價是高分 不過這雙鞋子 真的不太適合亞洲人 我覺得它偏向 我覺得是中間 亞洲人和歐美人中間 你的腳型不是太亞洲的 又不是太歐美那方面 其實都應該適合你的 但如果你很純粽 真的很亞洲 鞋頭要很闊的話 Sumalo這雙鞋 就算選擇闊版的話 都有機會是有少少夾腳趾 因為我自己也是很剛剛好 對啦 很剛剛好 如果再紮多一點 就頂腳的 頂腳趾會很不舒服 雖然說Sumalo的主打 以前是亞洲人腳型 但現在偏向紮身一點 這件事都要試過 才知道是否適合自己 B.O.A旋扭 那些都是非常純長 我覺得很有彈力 在扭索的時候 尤其是最接近鞋頭的那一顆 是對比以前的設計 是比較舒服 就是拉線的設計 扭下去明顯是舒服 901的這個 哇 真是新科技的進步 在各方面都真的很好 不過有一個缺點 都是要看一看的 就是腳底 鞋底 鞋底腳跟位的那一塊 膠可以換的 真的磨蝕得很快 對啦 跟我的901是一樣的 雖然它有得替換 不過真的 如果它做得硬一點就好了 不知道是不是 特地做得很消耗品 讓你可以消費一下 它那塊膠 是真的走幾步 就感覺到是有少少 脫脫 就是那些皮 表面那層東西 好像有少少 翹起 對啦 基本上其他地方都 真的滿意的 那我就會繼續 踩著這雙鞋 慢慢去試試它 看看下一次 又有什麼影片可以拍給大家看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部分 什麼 的 是 cu